HELLO,大家好,我是HIDI,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怎樣可以洗化妝掃,但是不會弄濕對手的 不知道大家平時洗化妝掃的時候會不會是用一些清潔劑呢? 起小就會在掌心搓弄走那些髒東西 因為我之前濕疹很嚴重 還有一段時間,我不想碰到那些髮學清潔劑 所以我就研究怎樣可以洗化妝掃 手也不會濕,也不會碰到那些清潔劑 研究了一個小方法,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化妝掃的數量都幾多 因為我自己寧願多些化妝掃,然後隔著用 不用每個星期都洗掃 所以我覺得是很懶惰,而且我覺得整天洗毛質都不太好 我不知道這個是不是藉口,還是因為我真的懶惰 所以其實我掃的數量是非常之多 可能隔著兩個星期或一個月左右才會一起洗一次 我自己是用鹼去洗的 這個是Makeup Revolution的一個洗掃 給大家看一下 打開出來,裡面是透明的一塊蕃茄 其實無論化妝掃還是Beauty Blender,我也是用這個去洗的 但今天我只會分享化妝掃,是因為 Beauty Blender是做不到不濕手而去洗的 但掃就可以了 我覺得這個好用的原因是因為它不會破壞我的化妝掃 無論我的掃的毛是纖維毛也好,動物毛也好 它也不會越洗越鞋,毛質會越來越差 另外就是這個,這個是它的paller 令我不需要弄濕手都可以洗到掃的工具 這個是在淘寶買的,一個好像洗衣板 近頸會給大家看,前面有些粒粒,下面有些坑紋 它就像洗衣的原理,在上面這樣刮刮刮 它就會乾淨 其實一開始我是很擔心的 因為我很怕掃完這個東西之後,毛質會變差 但是我用了這麼多次都沒事 這個應該是在淘寶買的 我想七元人仔左右 我到時放個連結在資訊欄給大家看 事不宜遲 現在就看看怎樣用這兩個工具 令到在手不用濕水的情況下,到小到化妝掃 去片啦 一開始就打開Makeup Revolution這個箱 然後把它放在瓷盤的一邊 蓋子就不要學我這樣放在裡面了 其實應該拿開它 然後就拿這個洗衣板 下面有一個洞洞的兩隻手指插下去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洗化妝掃了 我們打開水喉,然後就弄濕化妝掃 起小地在箱子擦 擦完之後就可以去洗衣板那邊 又是起小地擦 不需要怕它會弄壞化妝掃 我也是一直這樣 旁邊又擦,前前後後又擦 就會看到它有很多髒的東西 洗了出來 然後掃就會變得很乾淨 我特意拿一些很髒的化妝掃給大家看 這個是一個highlight掃 很容易沾到我的胭脂 你擦的時候就會看到泡泡很髒的 這些髒的化妝掃 大約多洗兩次左右 它就會變得非常白色 完全沒有之前的胭脂的顏色 很白淨 就算是密度很高的掃 就像這些牙刷型的粉底掃 你怎樣可以知道它洗得乾淨 第一次洗你會擦 就會看到那裡的泡泡是粉底的顏色 你先洗掉它 之後第二次你再擦 你繼續洗 洗到那些泡泡變成白色 你就會知道裡面已經沒有粉底 就會變得乾淨了 我示範了洗幾支掃 給大家看 之後幾十支掃 我就很努力地洗完它 等我吧 大家也會看到 其實我一隻手會拿著化妝掃的柄 另一隻手都會在洗身板裡面 基本上碰到水的機會率也是不高的 就算有也可能是很少的 我一邊洗的時候 化妝掃就會放在毛巾上面 就可以吸到少許水了 我習慣會拿一些廚房切紙墊底 然後掃就會在梅花間 前後前後排 這個方法就希望掃的毛 就不會大家碰到大家 然後我就會拿出外面去浪 因為這個位置是 下面有一些洞 所以我就拿著一些鞋盒的墊 去浪它們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分享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